哈囉大家好,我是瀝萝萝,歡迎收看小明星,今天要幫我為大家介紹這次 聖鬥士星矢的三大獎在變身之前的主動技能 其實他們在變身之前的那個主動技能就已經非常非常變態了 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介紹主題 好,那在星矢變身之前的隊長技能就是讓我比較訝異的 隊長技能變身前後的倍率居然一樣 等於是星矢你不用變身那個隊長也是非常非常的暴力 所以這是星矢他本身的優勢 那在一進場就可以享有星矢的最大倍率的那個加成 好,這是我發現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他的在變身之前你可以開一個主動技能 這個主動技能可以必定有12顆的光強化符石 那而且是固定版面的喔,我們在後面會為大家展示這個固定版面 所以這個是CD8你可以變身並且開下這個主動技能 我覺得還蠻扯的 那我們這個主動技能長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他的變身之後 會有一個星象圖的那個固定版面 就大概長這樣子 那12顆就可以觸發到星矢他本身的隊長技能最大的倍率 所以其實這個主動技能對於星矢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大獎 冰河 那這個畫質有點差是截圖的不好意思 好,那在變身之前跟變身之後的主動技能其實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這邊會追打50%的水屬攻擊力10次 然後是全部都是水屬性的喔 那在變身之後會追打水的跟火的 不過這邊是50%的自身攻擊力10次 所以大概這張也是只有5倍的界王拳 所以你要如果說你要真的要大爆發的話 還是要變身之後會比較好 不過他這邊有8個固定位置會轉成水人類的符石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為大家介紹這個固定位置的版面符石長怎麼樣子 再來他這個隊長技能就做的比較糟了 我們剛才星矢的變身前後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隊長技能變身之前是比較少的 最大只有5.5倍的增傷 那如果說你在變身之後 他的單邊的隊長倍率會是6.5倍 可是是你要到達8剛才能到達6.5倍 那這邊只有最大是5.5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拿這個冰河當作隊長的話 你還是要變身之後他的隊長技能的倍率會是比較高的喔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固定的版面 那這個固定版面基本上就是對應到 冰河他本身的隊伍技能有2消的效果 所以就自動幫你轉出8顆水人符石 大概是這樣子 好接著第三個幫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第三個大獎 子龍 他在變身的當下 我只有解到這張圖啦 那關於他的隊長技能有沒有變 這個可能要等 大家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那他在變身之前的主動技能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在變身之後的技能等級1啦 對 技能1 不過跟技能1不一樣的是 他這邊一樣是炸符石 不過他的直行不是木人類符石 而變成了木符石 就少了一個人類符石 其他的效果都一樣 那大家注意這個自身界王拳的傷害 你要算上這個子龍的武裝龍科 如果算上武裝龍科的話 就是21倍的借王拳喔 可是你要消除木跟星餐能 到達21倍的超崩壞借王拳 所以其實子龍在變身之前 就已經有這個超級OP的盧山斯諾霸了 變身之後你更可以再開一次 所以就等於是連續的借王拳 所以子龍算是這次大獎中 當隊員說實話真的是最變態的一張卡片 好那麼以上就是這三大獎 在變身之前的我的一些看法 如果說你們有發現什麼 我沒有發現到的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 關於聖鬥士星石合作的角色卡的話 不用了解按下點訂閱 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GDC通知你 那今天所有的資料都來自於 Garmin在FB上面的搶先直播 如果說你們想要搶先看到 這次合作系列角色卡片的強度的話 在他FB有先實戰 並且有抽卡 你們可以先去觀摩一下 那明天的晚上 明天的一開機 我就會直接第一時間 跟大家體驗這個全新 令人期待的改版 所以不用了訂閱我的主頻道 我們明天一起來 看一下這個改版到底 強度都在哪邊吧 好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大家晚安 拜拜